几大的电信商 我们大概有多协商好了 高雄市长陈其妹 亲自解说亚洲新湾区的规划进度 总统参与文宇行政院长苏贞昌 亲自南下视察 宣布亚湾5G AIOT创新园区正式启动 中央将在五年内投资110亿元 高雄的亚洲新湾区 是我们大南方计划的重要的一环 今天推动这个方案的启动 代表着我们平衡南北发展的决心 希望后果打造产业聚落 吸引5G AIOT智慧机械等高端先进的技术 让高雄成为南台湾接轨 国际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 中央与地方携手跨部会合作 这项计划预期五年内 引进50家国内外厂商 120家新创公司进驻 其办能带动300亿元投资 创造1200亿元产值 1600个就业机会 而针对投资亚洲新温区 5G AIOT创新园区的业者 高雄市政府也寄出优惠补贴 在融资的利息部分 假如你在设备投资超过4亿元 高雄市政府在利率上 零利率的利息补贴 在租金的补贴部分 请各位厂商注意 我们006688前两年免租金 34年租金打6折 到56年的时候租金是8折 亚洲新温区成了近年高雄发展热区 不止总统跟行政院长南下视察 经济部长 国发会主委 交通部长和NCC主委都纷纷出席 而现场也聚集众多的企业厂商 聚焦高雄亚湾区的发展 新唐人亚太电视简称如赵廷与台湾高雄 采访报道